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心中 你就有平安 所以主类平安 所以把主耶稣接到你心中 你就有平安 主耶稣接到你的家中 你家中就有平安 主耶稣接到台湾 台湾就有平安 保罗也说 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他们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 靠主喜乐 这四个字 差两个字不一样 平安是目的 怎么样才能平安 靠主 主类平安 要喜乐 怎么样才能喜乐 靠主才喜乐 靠其他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喜乐 你们今天 我们有多少人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搞闹钟的 有啊 好几位啊 靠闹钟啊 我是不靠闹钟的 大概习惯了 偶尔靠闹钟 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会啊 早上四点就要起来 要赶机场啊 怕晚掉了 来不及啊 那种闹钟对我都不大有用 为什么 你就一直急着 闹钟还没响啊 四点钟 闹钟响 结果你三点钟 算了算了算了 起来算了吧 都没有靠闹钟 这个 所以你们各位啊 每天教习你们的是闹钟 还是梦想 每天老金都在想那个梦想 晚上就做梦 起来 这个做梦啊 每个人都要有梦想 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梦想啊 他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吧 大家晓得 做领袖 总统是领袖啊 宇宙光总干事也是领袖啊 对不对 哪种都是领袖 大领袖 小领袖 这个领袖什么叫领袖 你们说什么叫领袖 观大的就叫领袖是吧 这个领袖啊 就是有vision 有愿景 有梦 而且还能够出起实现 这个就叫领袖 像林肯 看到黑人 黑炉 他看到那个略带黑炉 他就气得啊 这个地方这个筋啊 都会爆起来 很气 所以一定要解放黑炉 有些当选总统了 这下可以吧 老子有权的可以解放黑炉 没那么简单 南方的好多个州说脱离联邦 他打了四年 美国人打美国人啊 不简单你知道吧 他就一定要实现这个vision 美国人打自己 打四年也照干下去 最后黑炉解放了 有他的梦想 有他的vision 还有出起实现的能力 这就是领袖 假如他只有一个梦想 他没有能力让他实现 他只是有一个梦 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梦都没有 他绝对不可能做领袖 你知道吧 他就一天打卡上班嘛 打卡 下班 打卡 打卡 打到礼拜六可以不打卡 打到一天退休了 他就不打卡 我们基督徒很多也是打卡基督徒 你知道吧 我们基督徒很多也是打卡基督徒 你知道吧 我有做礼拜 我有奉献 我也有祷告 OK了 其他东西都没有 你知道吧 在他身上 你永远闻不到耶稣基督新香之祭 没有 你知道吧 很多基督徒都是塑胶化 没有化香 你知道吧 所以要有梦 要有梦 这个梦想都有阶段 小梦 大梦 你知道吧 像我家里面很穷 我爸爸妈妈没有练过小学 不是不用工 就两家交小学学费都交不起 两家是这么穷 这样两个文化水准的结婚 撕了我们三个小孩 你看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梦多得很 我最小的时候 梦想有一颗玻璃弹珠 现在都不大玩了 我们从小时候趴在地上打弹珠 我有一颗弹珠 就兴奋得不得了 没有啊 有梦想 我哪天有一颗弹珠 所以你的梦想有阶段的 那天天都有不同的大梦想 那一个人生里面 我都要回想 这个很大的一个梦想 我们中国人讲啊 人最得意的时候 什么时候 你们说什么时候 我们中国人怎么讲的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哎呀 真的讲的太有道理了 这两个 就是我这个人生里面 两个阶段重大的梦 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我这个小学就是前面那个北师傅小毕业的 我在班上成绩很好啊 大概都前五名 可是考高中啊 考初中啊 什么副中啊 建中啊 一看都是明落身上 都看不到啊 看不到明啊 结果就搞到台北商职 在那个寄南路那个地方 到了商职去做 我的数学算数不好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我 我们家也没有人教 就是搞什么鸡兔同龙啊 有什么 就搞那些鬼东西 那些东西其实有个公式啊 这么弄一下 就会的 你知道吧 也不会啊 那个都考十题 一题十分啊 一家伙三题 四题不会做 还跟人家聘个鬼啊 聘的不行啊 考不上 哎 考上台北商职 让这个初中毕业以后 考高中啊 我还是想要考大学的啊 所以要考普通高中 怎么考得上呢 什么物理化学的意思一下嘛 根本考不上 又考到自己母校继续练高商 高商练完呢 糊里糊涂 到高三的时候 奇怪啊 好像神打了你一巴掌 一到高三 一开学啊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哎 这样不行啊 我将来就这样吗 不行 不晓得奇怪 高二到十 放假都还没有想这个 到高三就马上想这个 就去补习啊 那时候有建国补习班 这边罗斯文有个智臣补习班 我们就跑到建国去补习班 跑到很远去 那我们说读两个学校啊 白天读商职的 你不能不读啊 你不读考不及格不毕业 不毕业也考什么呢 都没有了 就要念念念念 起码念及格 然后还去念普通高中的 就这样拼啊 这样拼 我拼到最后到发榜那一天 哎呀 可怜的很啊 我住建国栏路啊 就是住这边 我们那个前面几条巷子啊 这人啊 我们遗嘱 最后发榜 他们发榜的都取了 你知道吧 还有什么义里中的 这些都老早就晓得去哪个地方了 最后就剩我这一个 哎呦 我们家又最穷 没有叫文化水平 又念这个鬼学校 然后考高中 考大学 根本没希望的 哎呦 我的妈呀 这样一等 后来就在这个青森南路 这个从前这个地方就叫柳公郡 有点大水沟 是吧 那个地方有一个公共汽车亭 但是那个亭很大 大概有这个四分之一大 就在里面 那天像游魂一样 他一发榜 师大发榜 也不发榜 哔哩巴拉 跑来跑去 后来没办法 就跑到那个公共汽车亭 叫了一杯酸梅汤 我到现在就记得 酸梅汤 喝了那个收音机 哦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 收音机啊 再报名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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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这是干嘛 哎 难道发榜不成啊 哦 再过来一下 一听王建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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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也不丢脸啊 自己也 哦 哦 这一家伙 好多那个重担啊 一下子就没有了 哦 中国人太有道理了 金榜提名师 果然是最大的梦 最大的梦 东方花朱叶 我考到成功大学 成功大学是台南工学院改制的 从前啊 女孩子不流行念工科 你知道吧 就要念文的啊 这些 我们刚刚改制 第三年 改制 所以都是男生 三四千人啊 女生只有一百六十几个 所以我们成功大学 女生啊 实在是福气好啊 只要是女的 长得不要太难看 难看都不要紧 不要太难看 都在我们男同学做梦中 梦见过的你知道吧 要梦这个 要梦那个东西 那时候我太太苏老师啊 在学校啊 她当时很有名的啊 很漂亮的啊 当时啊 当时啊 当时非正式的 没有经过选啊 非正式的说她是校花 所以她 她说没有没有 是校花啊 毕业的时候全校第一名啊 是这样 哎呀 被我追来追去 追来追去 也不要讲追了 骗来骗去啊 哇 骗到了啊 哎呦 我的天啊 我们陈大那些同学啊 都在想 去一贯 书法招 怎么会王建轩搞去呢 就看样子我不像了 你知道吧 哇 洞房花街 这个梦 哇 好啊 我后来考中央银行特考 考到中央银行去工作 我们那一个科 一个科 大概有七八个人吧 我问你这家聊天啊 诶 科长来了 诶 科长来了 科长来了 大家安安静静 不敢讲话了 我心里想 哪一天我也能做到科长 那就不错了 当官了嘛 做科长了 我后来噼里啪啦 什么也做过了 也做到部长 做到院长 哦 可以了 都有了 哎呀 买房子 没有房子啊 我们家最初的房子啊 只有这个四分之一大啊 你们都不晓得啊 而且没有窗子的 是木头的窗子 一关就黑的 你知道吧 很糟糕 没有厕所 厨房都没有啊 最主要的没有厕所 那个很难过啊 小便啊 我就马路那个地方就尿啊 那个大号不行啊 你知道吧 哇 那个每天把大号解决啊 那一天如释重负 你知道吧 这真的是这个感觉啊 你没有经过那个痛苦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吧 后来弄房子 后来我结婚了以后 我就买了一个小房子 买到新店 那个时候景美到新店 到台北有小火车 你们可能没经过 我就走去到新店那里 看房子 广告 看房子 我就这样走 走去的 我就心里面在想 没有钱是很可怜 买这么远的 那个时候 现在不觉得很远 那个时候觉得很远啊 没有钱是可怜 是可怜 买房子都要买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终于有个房子了 现在有两个房子了 都有了 所以一步一步都有了 我做财政部长 后来选立法委员 退下来 就做公益啊 做了很久 有一天又接到马英九电话 要我做监察院长 哦 院长也不错嘛 又去搞 监察院一任六年 这家伙做六年 每天又这么上班下班上班 搞哪一辈子啊 六年呢 六年搞完了 现在退下来 已经四年两个月了 一共十年两个月了 各位弟兄姊妹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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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年初中的话都大学毕业了 你知道吧 好快啊 神一晃 就过气了 现在我已经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现在干什么啊 除了做公益的以外 一天到晚就想到快要再见了 拜拜啊 我十月十一号到荣总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啊 都不是要缴费吗 缴费现在都要去弄个东西 抽一个号码单 对不对 号码有几号 几号就到了 看我有流气了 你看我是几号 你们看不看得见 看得见吗 几号 几号 我的号码是四四四 三个四 细细细了 完了 活不下去啊 抽个号码 抽个钥匙的号码 四四 我就特别把它留起来 细细细了 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开会 给我的房间的号码叫四楼 后面也是三个四 这边四个四 细细细细 我就完了 死定了 我就喜欢开玩笑 我就跟那个陪道的职员说 我说你们搞什么东西嘛 搞个房间 嘻嘻嘻嘻嘻嘻 死定了嘛 他以为我讲真的 因为有人很在乎 他又讲真的 去把经理给找来了 经理说完全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们今天客满啊 房间别的楼没有了 只有这个四楼还有 一定要四楼 但是我跟你换个房间 不要嘻嘻嘻嘻啊 就换个别的号码 我说没有了 我说我是信上帝的 我基督徒的 我们不在乎这个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放心 不要换 我保证活了出去 嘻嘻嘻嘻 啊 现在人年纪大了以后啊 就会想到死 啊 你们说王弟兄 将来不是要到天堂吗 洗掉世上劳苦啊 天堂永生之福啊 这个我们讲道或者讲基督教的时候 大家都会背啊 这几句话啊 那既然上天堂 你怕不怕死啊 怕不怕死 你们说我怕不怕死 怕不怕 怕不怕 讲真话来说 还是会怕的啦 只是怕的程度比较好一点 怕到你很无可奈何了 你也就好了 反正也没办法 你要怎么样 你怕 怕怎么样嘛 你要怎么样 怕就会逃得掉吗 逃不掉了吧 总会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嘛 我昨天才去参加殡仪馆 殡仪馆 这次礼拜 通常很多叫瞻仰怡容啊 我都不去瞻仰呢 瞻仰就会看到那个死相 那个死相就是不好啊 这个家伙死相就是不好的样子嘛 对不对 我不看啊 他那个人在我的心目中 还是跟我讲话呀 快乐的那个活的样子 想到他 一想就想到那个瞻仰怡容的那个鬼相 那个样子弄了以后 装扮了以后 那个人都像那个蜡相馆的蜡相那样 是不是这样啊 啊 很难过 所以你就会这样 生老病死 所以老年人一生病 他就想到死 那个年轻人生病 他不想到死 你知道吧 年轻人生病 哎呦又病了 他不会想 老年人一病 稍微哪个天不舒服 一检查 哎呦 会不会是癌症 他马上想这个 一想癌症 他就问 姐姐 姐姐 就是这样 所以到了这个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人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灵命 如果拉拉拉 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死亡不是那么可怕 而且你也告诉自己 这是必然的路 死亡是通向光明必经之路 不经这条路 你看不到大的亮光的 必然是这样 所以想通了这个 以后啊 就好办了很多了 所以当刚刚讲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买房买车 嗶嗶嗶嗶嗶 一个都达到的时候 就是你开始要思考 那个痛苦的事的时候了 其实不是痛苦 就是经过它 你就看到光明了 对不对 但是会经过这样一段 所以这个时候 老金里面出来的梦啊 大概都是跟死有关 你知道吧 跑不掉的 好 所以那这个梦 人生还有什么用呢 还要什么闹钟 也不要闹钟了 自然一想到那个就 醒了吧 要死了 想到就看到那个 戏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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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马上就醒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意义 我们人生阶段的梦想当中 大家想 我们一般人 除了金榜提名石 洞房花竹叶这两项以外 我们真正人的 还不是这两项 金榜提名是反正考学校 或者什么总是有吧 东方华作业 管他对象是美女啊 还是校花啊 或者什么玩意儿啊 总归也找到一个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人一直追求的 就是钱 钱钱钱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多数人 不是多数人 恐怕通通一样了 通通信钱 都是钱 钱 然后又名荡蒜 荡蒜 荡蒜 对不对 这两项就是要名药 这两项追求到了以后 怎么样呢 大家就晓得 一个贾博斯 前几年过世 他得了个胰腺癌 胰腺癌 熬了五年 死掉了 那死掉了 贾博斯 贾博斯21岁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 26岁两个人 在家里面的那个车库 组织一个公司 公司的地点 就是那个车库 就叫苹果公司 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后来那不得了啊 所以他死掉的时候 欧巴马 美国总统说 这个贾博斯 是改变世界的人物 是美国改变世界人物之一 还有别的人吗 之一 改变世界 他是真的也是改变世界了 现在每个人都搞这个手机 是改变了世界 那怎么样呢 所以贾博斯有名 贾博斯上这个时代杂志 做封面 邓小平好像听说 做了两次上封面 这个贾博斯 不知道搞了四次 还是五次 那很有名的 贾博斯 今年三月十七号 他开那个苹果公司 前三年 还在求职 到处找事情 他有一封求职的信 今年三月 破卖 卖了多少钱 卖了十七万五千美金 就一封信 那封信根本没有什么 也没有写什么 就只有一个签名 其他都是打字的 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卖十七万五 所以现在我开始 要给朋友 不打电话 我都用写的 写的 写到有一天 说不定也可以去卖卖 贾博斯卖十七万五美金 小弟差一点 就卖十七万人民币 台币也可以 这样 以后我就写给你们 宇宙光将来 每个月卖一个 每个月卖一个 那那个贾博斯不得了 好了 贾博斯死了 贾博斯在死亡之前 他躺在病床上 他又回忆他这一生 就讲了一些话下来 好像遗言一样 就是遗言 只是不是遗嘱那样的正事 在躺在床上 他讲什么 他说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成功的典范 懂吗 爸爸说 孩子 你要努力 你看你这个小公司 现在虽然小的 比贾博斯当年开始的时候 还大一点 你看人家都这样 要努力 要努力 孩子好好念书 孩子 你们要多多创新 像贾博斯 他说 我在别人眼里 是成功的典范 成功的典范 但是呢 除了工作以外 我的乐趣并不多 我们社会上 有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除了工作以外 我就是工作 赚钱就是赚钱 赚钱 赚钱 就是这样 我没有什么预落 我没有什么东西 除了工作以外 我的乐趣并不多 财富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 什么叫习惯的事实 我就是很有钱 这有什么好讲的 我就是很有钱 他说 正如同 我这个肥胖的身体 都是多余的玩意 多余的 我很胖 100公斤 讲胖有什么好讲的 这就是事实 我很胖 就是事实 我就是很有钱 他说 已经好像 没什么稀奇一样的 他说 我此刻在病床上 我频繁地回忆 我这一生 就一直想 小时候了 老过了 一直想 此刻在病床上 我频繁地回忆 我的一生 发现曾经让我感到 无限得益的社会名誉和财富 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 全都变得暗淡无光 毫无意义 是不是这样 那个钱对你能怎么样 一点都没有 毫无意义 暗淡无光 他我也在深夜里面 睡不着吗 深夜多次反问我自己 我生前的一切 被死亡重新评估以后 已经失去了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 我看到病房里面那些 金属的检测器 发出来绿绿的 幽幽的小光线 还有那个金色探测器 这小的声音 他说就好像死人 死神的那个呼吸 一步一步向你靠近 所以你在这里旁边有个东西 怎么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就那个死神的呼吸 一步一步的向你靠近 所以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虽然没有像贾博士这么有钱 但是他讲这个话 我想我们都能够说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你仔细讲 是不是这样啊 他说现在啊 贾博士说 现在啊 我明白了 人的一生啊 只要有足够的财富 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 没有关系的东西了 无休止地追求财富 只会让人变得贪得无厌和无趣 你跟人在一起 他一天到晚讲钱 钱 钱 就是赚又多少 又赚了多少 你老兄已经不够多的了 一年就赚多少亿美金 还在那前年 无趣 这种跟他在一起 没有意思 对不对 他说 无休止地追求财富 只会让人变得贪得无厌和无趣 成为一个变态的怪物 正如同我的写照一样 不是我 是他 写照一样 贾博士一样 他就是这样的 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 给我们丰富的感官 我会看这个漂亮 丰富的感官 为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去感受 他 他就是神 预先设在我们心中的爱 他说神让我们有这个感官 是让我们体会 神摆在我们心中的爱 体会那个爱 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 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的 神是要我们去体会那个爱 他说我生前赢得所有的财富 我都没有办法带走 各位有一天如果离开 你们能带一毛钱走吧 有一次追导会 就像这样 这样 追导会 底下有两个人聊天 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 说 这个死掉的人很有钱 另外一个人跟他讲 对啊 很有钱 很有钱 然后小声地告诉他 都留下来了 都留下来了 一毛都带不走啊 几百亿几千亿 带不走 就说带不走啊 都留下来了 都留下来了 有一些留下来干什么 就给儿子啊 儿子就打官司啊 结果别的儿子又跑出来了 又说他也是儿子啊 结果告状啊 告得一塌糊涂 你看报纸啊 搞得哪里像兄弟啊 简直就是要杀人的那种感觉了 以后留个孩子 就是变成这样 他说 他说 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 都无法带走 能带走的 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 一些纯真的感动 感动 以及和物质无关的 爱和情感 他们无法否认 就是这些爱和情感的 这样的东西啊 是无法否认的 他也不会自动就消失了 你就要留下了个爱 无法否认 也不会自己消失 他们就是这些爱 这些东西 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真正的财富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梦是什么 我们的梦是什么 大家在想 今天你们来做礼拜 今天你们来做礼拜 几天啊 王弟兄快点讲啊 只有五分钟了 啰哩啰嗦 赶快要去干什么事啊 什么东西 所以都是会想事书的 我们真正的梦 是什么你们再仔细想 我要问的这些话 我们的梦究竟应该是什么 才是真正的意义 刚刚我用贾博士的遗言 来讲财富和名誉 这些东西都不是的 你知道 最后都是变假的了 都变成虚幻 毫无意义 大家都晓得 有一个叫铁达黎号 你们知道吧 一定都知道 很有名 有演过电影 那个铁达黎号 号称是这一项 最豪华的游轮 永不沉默的铁达黎号 你知道吗 是那样好 从伦敦处旅行到纽约 就中间碰到冰山 就下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个铁达黎号的这个故事 电影都描写很多 铁达黎号这个故事 用它来讲一篇道 是非常生动的 它里面很多都是圣经描写的 所以圣经讲的里面 很大的一个罪是什么 骄傲 它就是骄傲 永不沉默 你知道吗 经过的时候 别人都告诉他 别的船都有信息 前面有冰山 怎么样 要注意 他们笑话了 我们处理好 那么又要拼山 还嫌那些家伙讨厌 干扰我们 老子就讲这个东西 不在意 我们 不得了 结果铁达黎号 啪 创业 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三分之二的人 死掉了 沉下去了 三分之一的人得救了 三分之一的人得救了 三分之一的人就坐了个小艇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得救呢 它那个沉下去 还有相当的时间 可以坐小艇跑 是这样 那为什么没有呢 没有艇了 没有小艇了 我们这样的游轮 怎么会沉呢 搞那么多小游艇 小船挂到船上讨厌死了 对不对 它就没有预备那么多小艇了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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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活了 你要看电影的话 三分之一的人开香槟酒 哎呀 大烂不死 不得了 庆幸快乐 现在今天 在铁达黎号上面沉下去的 和救活的人弄戏了 全部死了 因为铁达黎号沉下去 已经一百多年了 就是当天在船上生下来的孩子 现在也一百多岁 死掉了 全死 这表示人一定会离开世界 这是谁都跑不掉的 皇帝很厉害吧 吃得好啊 样样都好啊 生病了 寓意啊 一大堆人给他看啊 给他看 他不是死掉了 我们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几岁 你知道吗 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39岁 你死了 他那么好啊 他喜欢死吗 不喜欢 不喜欢死有种用 死来了就是要你死啊 对不对 黄泉路上 无星客啊 统统都要死的 所以想到这个的话 我们应该的梦应该是什么 人会去 我们的爱会留在世界上 人去 爱留 所以我们每天做的梦都是这个梦 人会去 我八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不多了 不要烦恼 我时间越有限 我越要留一些爱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你每天的梦都是这个梦 这个爱有大有小 没有关系 你有多少能力 你就做多少的 小的人做小的 平凡的人做平凡的梦 有力量的人可以做大梦 人去爱了 集财宝在天上 我们在天国的银行里面 天天都在增加从款 这个尤其是我们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 是一定要摆在你的心上的 你能做多少 是一件事 但是你连想都不想 你连这个梦都没有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 你连这样人去爱留 把爱留实现 这个梦都没有 你不可能有爱在实现 你绝对是一个打卡的基督徒 卡打完 再见 就是这样 我不晓得 牧师研究圣经的人 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我有的时候在想 有一些基督徒真的能上天堂吗 他会啊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我信啊 我已经信了五十年了 怎么还不可以上天堂 我又做礼拜 我又读圣经啊 怎么样 启示录背给你听听看好不好 他说很厉害啊 我一定会上天堂 可是他始终都没有做过爱心的事啊 没有啊 神就是爱 耶稣来就是爱啊 神爱世人 耶稣才降生嘛 所以整个新约就是讲爱嘛 如果你心中都没有爱 你不是神的家里的人啊 对不对 所以将来有的人到天家 匹德在天国门口说 我要进来 你是干嘛的 说我是基督徒 你看名字没有你啊 没有 怎么没有我受洗了 有的教会还有一张证书呢 小小像身份证一样了 拿给他看 没有 为什么 有爱 才是 神家里的人嘛 约翰一书说 神就是爱 有爱就有 就长得很像神 所以才能够进去啊 所以你不能进去 你知道吗 所以刚刚刚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做到 人去爱留 那做什么样的爱心的事情呢 我刚刚讲 哎呀我们宇宙观 我们做的同学就是一般的人啊 我又不是总统 我又不是郭台铭 又不是有钱人怎么样 哎哎哎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你们去想 我们有一个大牧师叫做格里汉牧师 比利格蒙对不对 了不起吧 他讲到啊一次 多少万人听啊 因他讲到而得救的人 我没有就看到数字啊 可能有古迹啊 起码一百万两百万人啊 哎哟 我是格里汉牧师 那就不得了 你们今天在座的 你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格里汉牧师啊 哎王弟兄不要这样鼓励我们啊 我这个这样 我怎么可能变成他 哎 那我要讲一个 这个格里汉牧师这么厉害 当初是谁带领格里汉牧师走进教堂 决志啊 可能不过就是他的一个邻居 可能就是他一个同学 说哎呀我们到教会去听听啊 怎么样的不错呀 他一听了以后 刚好那天一个牧师 那个牧师也不是什么大牧师了不起的 讲了当中 有一句话啪打中他了 有道理 他就念神学院 然后出来当牧师 神又给他有恩赐 讲道啊 样样方面都能影响的人 就变成现在影响百万人的格里汉牧师啊 但是这个格里汉牧师这么冒出来 当初就是一个人 说哎我们到教会去听听吗 那个人可能圣经根本不说啊 讲道当然更加不会讲 什么都不行的啊 他就这么带他一下 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 你知道吧 所以你们现在这样 也许哪一个人你带他来一下 或者你的好行为影响到他 他说哎呀那个姊妹哦 哎呀那个弟兄好好哦 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好的人啊 哎呀他们基督徒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他们信的神一定有道理 他们慢慢就信上帝了 信了以后 神在他身上的造化呀 跟你不一样 他就咕噜咕噜咕噜起来 变成格里汉了你知道 就是这样啊 那我们讲宇宙光嘛 宇宙光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林志平嘛 对不对啊 林志平啊 哎呀我要像林哥就好了 就好了 表示你不像嘛 对不对 林志平当时又是谁带他进来的呢 你以为林志平一伸下来 就这样的啊 不是呀 他一定有一个 一个很奇怪的转弯的地方 那个转弯的动作 可能他也没有感觉 那个带他的人根本也没有感觉 甚至都忘记了 你知道吧 就这样咯想 所以我们大家的梦 你不要以为你的梦很小 你那个小梦 透过那个就变成大大的梦 是不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啊 不知道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梦 我的时间是不是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哎呀 这个蒋道啊 还有这些 最怕 叫做老太婆的裹脚布 又臭又长 搞了半天他还在拉他的布 味道也不好 我怕 大家问王弟兄 你现在的梦是什么呀 当然很多啊 我认识梦很多 把他归纳一下 讲一个重要的 给他听 我和我太太结婚五十多年 我们还没有孩子 你要注意啊 我讲还没有啊 我不是说没有啊 你们笑什么东西 这个圣经上 亚伯拉罕不是搞一百岁才有孩子吧 我们还有二十年呢 没有孩子 所以我们就叫五子西瓜 我们两个是五子西瓜 台湾没五到六对 就有一对没有孩子 很多哦 这样 这个五子西瓜呀 常常会钻牛角尖 哎呀 这个太太讲 我们这个女性比男性多 长寿五年啊 哎呀 将来可能 先生先走啊 哎呀 老公啊 如果你先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 我已经到了八十九十了 身体又不好 哎 有点生病了 别人把我送到医院 台大医院急诊室 医生说 老太太你生什么病啊 个鬼话 话也讲不出来 还讲什么病啊 然后检查完了第二天 老太太你这个病啊 要开刀哎 不过你八十几多了 岁了 要不要开啊 你要不要开 你要不要开 老太太 怎么搞开啊 听也听不出 讲也讲不出来啊 那怎么办啊 我们到那天 老伴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死掉了以后 是不是他们随便就把我们这样搞一搞 就弄掉了 哎呦 想得很恐怖啊 哎呀 我们还有点退休金啊 棺材本啊 我们住老人院 有钱付啊 我怎么去领钱来付啊 我当时尤其到这个银行 找密码 密码也不忘记了 密码如果写给别人 别人把他领光了 我就完蛋了 哎呦 恐怖 我有一次真的 吃饭 中午吃饭 吃饭 在一个餐厅吃 吃饭 对面 坐的大概有五个 都是女性 我们坐这边 我说 哎呦 你们靠拢一点 我给你们照相 照相 有一个太太啊 也不是太太 一个女性啊 就是五十多六十岁了 她反应啊 不一样啊 一般人说 不要啦 不要啦 也不知道啊 她不是 她爬起来了 站起来了 不要 不要 哎呦 我干嘛 这么严重啊 她说我顾家寡人一个啊 顾家寡人一个啊 我将来死掉了 照了一大堆相片 我死了 这个相片 一定没人要啊 一定丢得满地的 你们就在我头上 踩来踩去 踩来踩去 哎呦 我现在就不照 我不照 可以吧 我不照 你们踩不到了吧 哎呦 我心想 怎么搞的 会想着 这么流着间的 这种鬼事 都想出来了 你想了吧 她就不照 她就硬不照 所以后来 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嘛 所以我跟我太太苏老师 我们就在外双溪 卖掉一栋房子 卖了一千三百万 就把一千三百 通通捐出来 成立五子西瓜基金会 在全国的基金会 三千万 那我们就一千多万 就登记台北市的 比较便宜 一千万 三千万也捐给她 就成立五子西瓜 这五子西瓜基金会 干什么东西呢 今天没有时间去讲 最重要的就是干那个 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五子西瓜就出来了 我们就跟医生说 她是什么病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开刀 我们说不开了 我们说开 我们就像她儿子一样 我这样讲 不是说医生说 开不开 我们五子西瓜基金会 我说不开 你算老几啊 我说五子西瓜基金会 你不知道啊 基金会怎么样 他不理解 所以我们是跟那个老人 还健康的时候啊 就有签约 这个约呢 经过法院公正 现在比较方便的 就有律师签证 也可以 这个拿了以后 医院给人家告怕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就 看这个医院很喜欢我们 不然儿子在美国 还有两天才回来 开刀来不及了 对不对 我们马上下午就开 所以很喜欢我们 这样我们有签约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 然后好了 送回安养院 不好了 就安葬 我们已经安葬了很多了 因为这些人很难 走掉了 所以照顾这些老人 不舒服的 这种爱心的事不舒服的 因为来的时候都还有效啊 慢慢生病了 病重了 就埋掉了 就这样 都是这样 千变一律 心里面也难过嘛 对不对 老人家的事也不好处理啊 有时候老的 老经乖乖的 昨天我给了你五万块啊 你什么时候给了我五万块 搞不完呢 你知道吧 哎呀 忍耐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老人啊 没有孩子的老人可怜 有孩子的老人也可怜 没有钱的老人可怜 有钱的老人也可怜 总归老了就可怜 真的是这样 事实这样 我不是夸张啊 你一去干了 你就会晓得哦 我们现在来参加 五子西瓜基金 跟我们签约的 有子的比五子的多 就表示他也有 当然有的孩子不孝顺 这个不算 孩子很孝顺啊 也有钱啊 你叫我怎么办 我在美国 我丈夫在这边工作 我孩子没练书 我也在这边工作 你叫我回台湾 我工作什么 你拿到这么多薪水吗 怎么样弄啊 不行你知道吧 那个做父母的 其实孩子愿意回来 就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爱孩子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从前啊 我们好有一笔吧 我们要到餐厅吃饭 哪个餐厅好 我们就去哪个餐厅吃饭 但是我们不开餐厅 就是我们的这些人 老人 哪个老人厌好 我们就去住那个老人厌 不好我们就搬走 我们不开老人厌 现在发现不行 就是这些老人厌 他们照顾的方式 这些东西 不合和我们的要求 尤其到了行动不变的时候 他们就欺负他 那个老人家 讲也讲不清楚 孩子们有忙的个办事 然后没有孩子的 根本也没有人来想 就不行 所以我们天天这样搞 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 要自己来盖老人院 我们要盖 我们现在初步要盖 一个四十九个人的 四十九是最小的 为什么四十九呢 政府的规定 不满五十人的 就是这样这样办 这样这样这样办 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钱也比较少一点 多了就了 四十九个人其实也不小 四十九个人 四十九间房子也不小 所以我们现在先做这个 做这个我们做的地方 是靠在街上 就是说不要搞到那个荒郊野外 在那个地方 老人一去那个地方 就死掉了 你知道吧 他到那个地方都没有啊 就到中午吃饭睡觉 吃饭睡觉 你就搞得有大的花园 走来走去 天天那样走 没有味道 他喜欢到有人间烟火的地方 今天到这边吃碗牛肉面 明天要那里看看 弄弄弄啊 他就有味道一点 但是到最后不能动了 那就那个反而好办 你有地方他也去不了 他就在那 那倒没有关 但是前面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能动的 你知道吧 所以就不能 我们就找这个街上 当然不是找个大马路啊 但是像这个 河边东这个街 我们大概就盖在这个里面 一百公尺 你没在那种地方 他出来很方便 你知道吧 我们去盖 所以我们盖的这个老人公寓 我们不叫老人公寓 不叫老人院 因为你一叫老人院 第一个马上想到 一大堆 太没味道 然后这样就会想到 死啊死啊死啊 他一定是这样 很难过 也不像这样子 那个名称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的名字叫 五子西瓜天使居 就是你进来住了以后 像天使一样的快乐 我们照顾你像天使一样 他马上就想到 那个白白的有翅膀啊 他就会想到 他不像老人那个样子 名字很有关系啊 我们叫五子西瓜天使居进来 我们设备就像你们这样啊 绝对让你看那个 窗名几近设计 好味 但是都不是很贵重的材料啊 搞得很豪华 我们不搞那样的 但是绝对不要搞得黑不拉漆的 搞那个样子 一进来就好像要完蛋的样子 对不对 你搞得很开朗 进来 嗯 那样不错 你知道 我们现在搞餐厅 我就搞得像外面的餐厅一样 吊一架灯在这里 四个人一个桌子 坐在那样 漂漂亮的 赶紧 就像上西餐厅那样 比如搞了一大堆 在那个里面 弄弄弄弄弄弄 不搞那样 那个桌子 脏死了 油粒粒的 不要 就是让你非常舒服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简单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的照顾 一定本着耶稣基督的大爱 来进行照顾 我一定有办法 照顾你们这些老人 比你的儿子女儿照顾得还好 这个办得到 你知道吧 那么你那个儿子女儿 他很忙啊 他也烦恼 他也有孩子啊 有事情啊 你在讲话咕咕咕咕 让老妈妈 都很难过啊 我们不是啊 而且我们每天 有人陪你聊天啊 对不对 随便举例的啊 将来宇宙光也可以啊 你要参加我们的话 宇宙光你组织一个队 一个队 你找到志工 大家愿意来的 就十个人 有个小组长 你这十个人 专门照顾那三个老人 可以吧 你们轮流排班 那照顾 照顾来就跟老人 那个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吧 最需要的是寂寞 没有人跟他讲话 你知道吧 没有人讲话 所以我们这些人去了以后了 就跟他讲 张老太太呀 哎呀你今天气色好好啊 哎呀怎么样啊 又是什么东西 报纸上的东西 都跟他讲 讲了他就 平常儿子来什么 讲一个钟头就走了 然后过两个礼拜 才会来一次啊 我们天天去啊 我们这些人去讲啊 就讲了传福音非常有用 两个 第一个 他说这些人啊 这么有爱心 照顾我 照顾得这么好 奇怪 天下怎么有这样的人啊 他们是基督徒啊 他们信上帝的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他们的神 一定有道理 对不对 他就很容易相信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在那个地方 讲或者不讲 他心里面都想 哎呦 我快要离开了 离开以后就是埋掉吗 烧掉吗 哎呦 他就不晓得去哪里 那我们这些 志工基督徒的啊 就会跟他讲啊 我们不怕啊 我们将来有一天到天家去啊 你要信上帝 就这样这样这样 很容易 他说我要信 对不对 他有这个需要了 而且最迫切的需要的时候 你知道吗 所以福音很容易就传出去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微信不是这个啊 四十九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做的天花老子好 也不过就是四十九个儿子嘛 四十九人不能怎么样嘛 我要这样做起来以后 只要媒体一报道以后 大家一定说好 你包括来采访的媒体记者 他也会回去叫他妈妈 他们五指七瓜这个好 天使局这个太好了 妈妈也说好啊 那我去啊 我已经年纪 也有七八岁 我去啊 免得让儿子孩子那么辛苦啊 就去了 在那就会得到很少 那不得了啊 排队啊 排队啊 四十九人一下就满了 一下就满了 要预约 预约可能一预约到 十个天使局以外的 真的是发生这样 不是吹流啊 真的他就会变成 因为太有需要了 无子的需要 有子的也需要 还有人说我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也是无子嘛 也可以来 就是全台湾人通通可以来了 那就不得了啊 这个是世界性的问题 大家都有这个需要 所以老有所忠嘛 我们要来帮助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话 一弄起来就有人捐钱 捐钱 大家晓得捐钱 就干第二个第三个 哪有那么简单捐到钱 我们宇宙观 哎呀 搞得累死了 每次都为了钱啊 在那里很辛苦啊 怎么样 我讲一个 你们晓不晓得 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啊 我替他写了一本书啊 叫疯子成就了 惊人大哀 他就照顾植物人 植物人就是活死人啊 他跟我讲啊 王院长啊 我现在要盖植物人的安养院啊 就跟老人院差不多一样啊 就是躺大来都是活死人嘛 不动的那样 他搞得像医院呀 很漂亮的啊 他说我现在要盖这个安养院啊 我都不要花钱呢 我只要一宣布 我在哪个地方 蓝头 我要盖个八十人的 大概要六亿 就一计划一宣布啊 他就钱通通都来了 他说我不要筹建设的经费 我只要求那些人进来 他进来不收费哦 不收费哦 一个月五万到七万 花的费用很大哦 他不要钱 他说我只要筹那个钱 他一年可以捐到十五亿 够厉害吧 我们将来这个捐钱 会比他容易 为什么 有可能捐给植物人 他不要 哎呀给他死了算了嘛 对他也好 对家人也好 是不是这样 这个话是真的 只是难道你家里面有植物人啊 说给他死了吧 心不安嘛 这样 但实质是这样 对他好啊 不是对他不好啊 对家人也好 那这个钱拿来帮助那个活的人 像这个老人家 这样的哦 大家说 这个好 这个好 尤其你真的做的比儿子女儿照顾的还好 当然大家愿意 对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人 死了以后 他遗产 捐给你了 因为他们照顾的这么好 我捐给他 他们又照顾到更多的人啊 对不对 所以一步这样 这样做以后 就办第二个第三个 办十个 哎呦了不起 了不起 十个也不过四百九十人啊 台湾的老人家三百多万人啊 你十四百九十个人 有什么不得了了 没有不得了 这个还不是我的语言 我的语言到这样的程度了 的时候 就有很多其他有钱人 他有好几百亿啊 他说我这个人去爱留 这个有对啊 我将来死了 钱也不能带走啊 对不对 我要做点爱心的事啊 老人是可怜啊 这个天使局做得好好 他要来做 你来做 你不要捐钱给我 你做 他们钱多 人也多 对不对 人手 他可以做 你不会做 我帮你做 我们帮你 怎么帮你 人 现在人很重要 人很重要 将来我们这个天使局 负责的人一个 负的负责人 三个 四个 怎么四十九个要这么多负的 像园长呀 我让他能经历 整个天使局 所有项目的事 你知道吧 他经历到了 那人家要做 没有人 我给你一个 我的负的给你 他说不不不 我喜欢你那个正的 那个比较本领高强的 给你 我负的身上来 可以吧 可以 我就是帮你嘛 这样弄下去以后 我连那个业务部的经理 一个 负经理 三个 四个 我让他知道 将来你要业务经理 我要给你 我就是支援你 插起来 那他一做的话 可能就一千人 两千人 他做起来 那就很厉害 然后世界各国都会到台湾来考察 每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先进国家有 后进国家就更惨 都有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讲 台湾做得不错 他们搞一个叫什么天使局 怎么样怎么样 他来考察 来考察我就通通告诉你 而且你要搞 没有人 我派人给你 怎么样 这样的 他的影响 就世界性的 就像红十字会 展望会 都是悄悄的 这样融融 变成世界性的 那这个B型就很大 这样讲 我希望弟兄姊妹 不要觉得王弟兄在吹流 不是的 我刚刚讲的这个步骤 这样下去 它是有可能走得通的 对不对 不是夸大其词 这样往前走的 那这样的这个影响 就很大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说 天天都在想这个 当然就不需要用烙钟了 我们现在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谢谢主 在你的大日子里面 我们在这里聚集 在思想你的话语 你就是爱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爱我们 不但爱 而且为我们舍命 这是最大的爱 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不要妄自飞薄 我们都可以带领人 成为格里汉牧师 成为灵志品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求主你使用我们 我们谢谢主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